什么人 别跑 站住 青龙地虎 快点追 这就是下国王牌特工 没 按我追杀宝排名第二 谁能升起他 赏千万美金 这就是下国王牌特工 这就是下国王牌特工 那你可能会是下国王牌特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要脸的东西 你这样子还怎么夹到齿家去啊 我就知道 叫人当真是不值脸齿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把孩子打掉嫁给吃烧 要么带着这个野种 给我滚出一架 滚出一架 爸 你别生气啊 说不定姐姐只是一时糊涂 真是父慈女校啊 那看来我是多余的 既然这样 我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爸 他走了 我怎么办啊 让他走 你个身无分文的野丫头 离开瑜伽 看他怎么活 无论如何 必须找到特工妹 盛景亭是吧 记得香榭地酒店 818房那一晚吗 我是余蓁 另一个当事人 二十分钟后到你公司 通知前台放我进去 否则厚死自负 马上将派人手 就算把下国翻个底朝天 也必须找到特工妹 地酒军团的厉害 必须让他尝尝 是 不好意思 先生 走坐房间了 你干嘛 这男人接还不错 够够做孩子父亲了 那个我赶时间 就开门见山了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酒店当天的监控被黑了 你怎么证明你就是当天晚上那个女人 当时怕蹦路行踪 特意摸点了监控 要不然我大名鼎鼎的黑客K才不会大财小用 就请一个酒店监控好吗 我记得我胸口有颗痣 他还说满血 我安 好了 别说了 如果让我查出来 孩子不是我的 你爱信不信 反正就是你的 先如此 我们去领证吧 等会儿 什么 领证 我就来告诉你一声 毕竟你是孩子的爸爸 有知情权 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就告辞了 你家在哪儿 带我去见你父母 我没有父母 他们比我家人冲喜 我要断绝关系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被赶出家门 身无分文 但你打算生下孩子独自抚养 对啊 我在奶茶店打工 一个月有三千块钱工资呢 你想让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 你知道私生子还有一个别称叫野种吗 跟我结婚 条件随便你提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受任何委屈 这人还挺有担当的 既然我决定要生 就要为宝宝负责当地 现在的确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好啊 我同意了 您二位真般配 祝二位新婚快乐 这人知道自己要当爸爸 高兴疯了吧 谢谢 小费死问 小心 你现在怀孕了 上下楼梯要小心 那个 我现在有点不太习惯 那就多练习几次 直到习惯为止 那个 我还要去打工 你先回去吧 对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下了班我自己会回去的 你现在已经是剩下人了 不需要打工赚钱 我养你 喂 才刚结婚就开始管东管西的 我不开心 我要离婚 早点回来 别累到自己 拜拜 去跟着她 是 怎么连个出租车都没有 不行 最近风生起 大庭广众不能暴露 今天就是宝 也要把你绑到持架去 上车 夫人 刚打过电话 他们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走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 持太太都等的不太烦了 订婚宴穿成这样就来了 这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是余雪薇的订婚宴 又不是我 他关我什么事 余总 这好像不是你之前给我看的照片的那个女的吧 雪薇年龄太小 这是雪薇的姐姐 叫余蓁 她和池少更般配 长得还不错 就是性子太野 可得好好管教管教 池夫人 这跟池家定亲的是余雪薇 他们找我来替嫁 分明是嫌弃我们池少残疾故意糊弄你的 给我闭嘴 池太太 你真够从乡下回来 不懂理说 别听她胡说八道 那跟池家结亲是余家的荣幸 我们怎么敢随一下糊弄 哇 既然这么荣幸 那为什么离世换人 怎么不让你的亲生女儿嫁过去啊 还不是因为你更优秀 余家更看重你吗 池家家大业大 哪里是余家能盼得上的呢 这余蓁真是不是抬举 就是啊 一个农村出来的野丫头能嫁进池家 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叫情什么呀 你们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要逃 在这捧什么臭脚的 我问你啊 这福气给你 你要吗 还有啊 我告诉你们 池家谁爱家谁家 反正我不嫁 回来 你敢看不清我们池家 妈 余家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吧 要不是你腿受伤了 哪里能到你们余家跟我们接亲 这事你就别管了 来人 给余蓁换礼服 马上举行仪式 看来这今天不出手不行啊 住手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敢动我的人 别担心 有我在 谁是你的人啊 不过 有人保护的感觉还不错 哪来的小逼三敢在我池家地盘上叫嚣 光天化日竟敢强行逼婚 你们池家的行事作风 真是让人打开眼界 你算个什么东西 池家的事也轮得着你在这里支持天天吗 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熊小子竟然敢逞英雄 真是不怕死 咱可得离他远一点 别沾染上穷酸气啊 到时候躲都躲不掉 你们自诩上流社外 难道不知道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的道理 他 可是你们得罪不起的人 这个丫头还真是狂妄啊 她乡下来的 没见过世面 您就别跟她一般计较 试了身份 余正 快过来 跟你婆婆道歉 来人啊 把这个小别赛给我扔出去 我是余正的合法丈夫 我看你们谁敢逼婚 这小姑娘已经结婚了 余家竟然把已婚的拉过来替嫁 这不是打池家的脸吗 余家敢这么戏弄池家 明摆着没把池家放在眼里啊 我看要倒大霉喽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胡说八道 余家家叫森严 余正从来没有交过异性朋友 怎么可能有老公呢 是是是 这年头啊 什么证做不出来啊 这小子啊 肯定是听说咱们余赤两家要联姻 来趁火打劫的嘛 来人 把他拖出去 给我卸掉一条腿 让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们池家的下场 等等 池夫人 余弄你的不是我们 余弄你的 不是我们 而是余景洪夫妇 我啊 不但结婚了 还怀孕了 这余家人啊 都知道我怀孕了 还让我来替嫁 我不同意 他们就把我绑来了 余正不也是余景洪的亲生女儿吗 既然这么区别对待 这小姑娘真可怜 你们不知道吗 余正是她跟前妻的孩子 三岁就被拐走了 据说吃了不少苦头 有了后妈就有后爸 余景洪本来就是靠前妻发的家 既然这样对待她前妻的女儿 真是丧吉天良 不不 不是这样的啊 我让她嫁到池家 是为她好 池夫人 你千万别被余正这个小奸人骗了 这些事情我根本就不知情 还敢狡辩 大庭广众之下 让我们池家丢这么大的人 我不会这么放过你们的 我宣布 池余两家的合作到此结束 池太太 既然是余景洪冒犯了我的妻子 是不是该由我来处理余家呀 你想做什么 余景洪 我要把你名下的景洪药业全全交给余正 你们一家从此再安城消失 你个穷三下等人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就凭这个 你 你就是下国首富是 完了完了 沈总 我游艳不识泰山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饶过我们持家这次吧 完了完了 人家徐真的老公是下国首富 我竟然对他绑架逼婚 怎么办 你该求的人是余正 余小姐 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要罚就罚我吧 此事你我心知肚明 还有 你的腿没想过去治疗吗 免疫我已经看遍了 没有用 如今只有台卫神医有这个本领 可是他行踪不定 我们一直没有他的下落 我已经认命了 算你小子运气好 想不到吧 本神医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放心吧 你这腿我能治 余小姐当真 如果你真的能治好 我愿意把我们持家的财产奉上一半 池夫人 此事闹剧因我而起 也该由我来收场 我代言替池少智腿 从此之后 池玉两家婚事 编一笔勾销 好好好 怎么样 有感觉吗 妈 我挺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我挺有知觉了 真的 我感觉到了 太好了太好了 不错了 还有救 以后每周施针三次 加上中药药语 我保你三个月后 箭步如飞 余小姐 谢谢你 余小姐 谢谢你 以后我们持家 为您马首是瞻 从此以后 我和瑜伽再无瓜葛 没想到 我妻子的医术竟然这么厉害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去了 不累了 回家吧 嗯 走 雄埋伏 先生 姚夫人 星空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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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心 从今以后 余蓁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所有的一切都要听她吩咐 是 是 夫人 我叫曹明 随时为您服务 夫人现在怀孕了 安排几个婴儿师和月草过来 不用不用 没那么夸张 再安排几个保镖 二至四小时保证孵染难选 不用 我能保护好自己 再叫一个司机 加零二十年以上呢 嗯嗯 不用啊 再叫几个设计师设计映儿房 图示我要亲自看 快点 你冷静点 孩子才四周啊 折腾了这么久 孩子有点累 我带你上楼休息 嗯 好了 都听到了吗 忙去吧 喂 这是内环境检测中心吗 我要做检测 对 所有家具都要 喂 是田园木耕农场吗 赶快把食品清单给我裂过来 要最好的 你先休息会儿 晚饭的时候叫你 好 谢谢 先生 敷脸的底细已经调查清楚啊 基本上可以排出境外间谍 可够于算计您的可能性 还有关于妹的消息 暗网上传说 她嫁人了 听说她挺有钱的 包养几个小白脸 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说啊 这男孩子在外啊 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男孩子在外啊 一定要特别小心 否则 被那种恐怖的女人盯上 让你去跟踪妹 不是让你去八卦的 一个月内 如果抓不到她 你的年终奖不要了 那您还是直接扣我年终奖吧 妹的手段多狠辣 您又不是没领教过 我哪有那本伤 一个月之内抓到她 对了 我有个好办法 一定可以找到妹 说 听说啊 这妹和太尾神医交情匪浅 只要找到这太尾神医 就等于找到妹 这件事情可需要好好丑合 你先下去吧 好 于征 这于征就是一个 从农村来的小姑娘 怎么会有媲美太尾神医的遗书 难道她跟太尾神医有关系 听说 你又被追杀了 早甩掉了 对了 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结婚了 那你 那什么 结婚了 你可是国安局王牌特工妹啊 你轻点声 婚儿都要聋了 她人其实挺好 我厌倦了妹的身份 我要退眼 难道被她听到了 那个 光着脚到处跑 会着凉 你洗完早已不知道把头发吹干 我也感冒了怎么办 真不会照顾自己 那个 我自己来吧 要不你先出去 我换身衣服就来 好 慢慢来 不着急 虾若姓寒 孕妇能吃吗 先生放心 白朵虾可以吃 不盖的 传闻中盛景厅 不是不见女色 甚至不见人情的吗 怎么跟传说中的不一样啊 夫人三岁的时候 被人贩子管到农村 从小就被一对贫困夫妇收养 从小就在打零工 后来被玉娇找回后 一直惨到略的 现在在奶茶店打工 明确的账户只有几百块钱 他身世这么可怜 估计连虾都没吃过 不会不咳 吃吧 嗯 好好吃 唉 雨雪未对海鲜过敏 害得我也好久没吃海鲜了 一只虾就高兴成这样 他以前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 喜欢吃啊 就多吃几个 那个 其实我可以自己剥的 你不用管 你吃你的 我喜欢剥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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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客气了 吃 嗯 哎 我吃饱了 吃点水果 帮助消化 这是嫌我吃太多了 嗯 嗯 那个 其实我平时不吃那么多的 我吃一碗饭就够了 难道 他从前连吃饭都得看别人脸色了 以后再生家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吃多少吃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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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张马 夫人 有什么吩咐吗 那个 我手机没电了 家里有多余的充电器吗 哦 那个 先生房间应该有 您要不亲自去问问吧 啊 好吧 盛锦庭 盛锦庭 嗯 那个 有事 啊 我来找你这个充电器 嗯 我去 这胸筋 这手感 舒服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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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该死的鸡肉鸡 没想到新婚之夜 差点把老公给走了 身手不错啊 嗯 我以前在安保公司干过 嗯 你这个身手 似乎是专业起的 我以前做宝吉小妹的时候 碰到一个教练 她说我骨骼惊奇 就顺手教了我几招防身之术 嗯 睡吧 嗯 啊 雨震的身份 你再去仔细调查 她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是 太尾神医有消息了 暗网城她的到处寻找冬极灵芝 冬极灵芝 世间少有 我记得老宅还有两颗 你拿去一颗开一场慈善拍卖会 把消息务必传到太尾神医而中 是 太尾神医 找到你就等于找到了妹 妹 我看你还如何脱身 下周有个慈善拍卖会 到时候你想要的冬极灵芝就会出现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这身体啊也是伤亡故重 趁这次怀孕啊得好好调研一下 这颗冬极灵芝啊我势在必得 小姐请出示邀请函 哎呀小哥哥 我的邀请函忘带了 你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呗 不好意思 没有邀请函禁止如内 这可是高科技智能所 安保级别世界一流 你能拧的洞才怪 你这个门的质量有点问题啊 哎呀 这种级别的安保 门半数根本不可能是水货 我这个云木脑袋 怎么就忘记控制力气了 圣经厅可千万别看出什么了 这套智能锁可是我从兰斯帝国定够的高科技产品和英国皇室同款 他竟然随手一掰就断了 呃 这不怪你 是门的质量不好 你别担心 我现在让控制室把门打开 哎 好 对不起先生 控制室密码我不小心说错了 要八个小时之后才能重启啊 八个小时啊 那我岂不是要在你这儿过夜了 新婚之夜 先生和太太 当然得住在一起了 怎么 怕我吃了你 哎 玻璃 咱俩把玻璃窗敲碎 从业太翻出去 防弹玻璃 普通住宅装防弹玻璃 果然你们富豪都怕死啊 富豪不但怕死 富豪还怕熬夜 我们 睡吧 怎么睡啊 放心 我不会对一个孕妇动手的 你换好衣服睡吧 我晚上还有工事要办 放心 我对你绝对一百个放心 我睡去了 好 果然是个小姑娘 睡觉还剃被子 那 那 谁 哎呀 拍卖会要开始了 快点给我进去 你不答应跟老婆离婚 我就不进去 快点吧 邀请函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 你要是敢掉链子 以后别想从我这拿到一分钱 渣男贱女 就是你们了 哎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老婆还在大厅到处找你呢 他怎么知道 那怎么办 你们赶紧走 这里啊 我替你们挡住 好了 谢谢啊 改日一定报答你 客气啦 邀请函 搞定 总裁请放心 太威神医一定出现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啊 我听说是拍卖会来凑个热闹 你呢 我身为盛世集团的总裁 出现在这种场合很正常吗 嗯 这人真能臭屁 过来 坐我旁边 夫人 请 今天有你想拍的吗 听说拍卖会上 会出现冬季灵芝 你也想要灵芝啊 你呢 难道你也想要 嗯 你想多了 我要这个干什么 我只是听说冬季灵芝百年难得一遇 我就看看 据说 太威神医对冬季灵芝特别感兴趣 你听说了吗 盛景天一个普通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看来我今天不能正大光明带走灵芝了 那这灵芝挺厉害 既然能得大名鼎鼎的太威神医青睐 我得好好看看 其实吧 我仰慕太威神医已久 听说她今天会出席 我打算把冬季灵芝拍下送给她 还有这种好事 那我直接摆明身份 岂不是省时省力 我这个肚子有点痛 我上趟卫生间 行不严重 要不要叫医生 没事 没事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今天拍卖会上 最最神秘的重量级嘉宾 太威神医 徐政王 果然是你 这 这 这个 是 叶淑儀 是你 锦廷哥哥 我们终于见面了 好险 果然有诈 刚得到消息 拍卖会是圣锦廷特意举办的 冬季灵芝也是她带来的 不要请绝妄动 消息有诈 圣锦廷绕这么大一个圈 究竟有什么目的 怎么样 太威神医来了吗 来了 那冬季灵芝拍了吗 不拍了 你想要 我给你一颗玩玩 真的吗 那你要说话算话 太好了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哎 锦廷哥 你回来了 圣锦廷怎么会把冒牌的太威神医带回来 他的目的肯定不简单 还是小心为上 锦廷哥 都过去一个多月了 你还在生我的妻吗 你们 我是叶淑怡 锦廷哥的未婚妻 我叶家本来就是医药世家 我自幼就学习衣处 只是这太威神医的身份太过于敏感 所以我才可以隐藏 不愿识人的 那你为什么 现在又要高调出现呢 我听说你是凤子成婚 所以我才想拍下冬季灵芝送给你 保佑你的孩子能够顺利诞生 锦廷哥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幸亏爸爸消息灵通 知道你在找太威神医 不然我怎么有机会接近你 既然如此 暗网上盛传你和妹关系密切 是真是假 什么妹 什么暗网 怎么 你不认识妹 妹这个人我当然认识了 我们可是默认之交 只是你突然提到她 我有点意外嘛 妹现在在哪里 看来这个妹对锦廷哥来说非常重要 先由妹拖住锦廷哥 我才能留在她身边 前阵子我们刚联系过 她说她要闭关一段时间 你知道 妹这个人 向来都是她联系别人 她不主动出现 谁也别想找到她 等她下次找我 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 原来盛景廷调太威神医出来 是为了找妹 幸亏叶淑仪冒充了我的身份 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你确定你今天说的都是真的 骗我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我 出于你的言辞 你和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们都订婚三年了 真是太新奇了 我知道那天我不该在你酒里下药 你干嘛 帮我 那药是你下的 佩服佩服 我不是让你在国外自我反省吗 谁让你擅自回国的 我收到你结婚的消息 还怎么在国外待得住啊 锦廷哥 你闪婚一定是我的惩罚我对不对 你们俩 我先上去 放心 绝不影响你们的 锦廷哥 你看这个没有礼貌的丫头 我根本拍不上你 住了 我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嚼成根 跟我来书房 我有事问你 锦廷哥 你想问什么 谢淑怡 我认识你十几年 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太尾沈亿的身份 锦廷哥 我怎么舍得骗你呢 等妹下次出现 你就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了 锦廷哥 我这次偷偷回国 爸爸还不知道 不能不能先住在你这里 那你先留下吧 等找到妹以后 再离开 太好了 谢谢锦廷哥 总裁 之前你让我调查夫人身份 既然她跟太尾沈亿没有关系 就不用追查了 再说 她留在我身边 令她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是 这个盛景廷到底是什么人 我跟她无冤无仇的 干嘛要查我 那个叶小姐走了 你想让她走 怎么可能 我对她没什么偏见 我让她 先住在上角 你没什么意见吧 我当然没意见 你放心 我一定跟她好好相处的 真大妥 下楼吃饭 这人脾气怎么殷勤不定 好 好 景廷哥平时那么忙 你不伺候他就算了 怎么还让他伺候你啊 没有什么东西 谁伺候谁啊 你要伺候谁 也没人拦你啊 伺候丈夫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景廷哥 就他这样 怎么做好你的妻子呀 我吃饱了 你就好好在这里伺候你的 景廷哥哥吧 你 景廷哥 你看他 就他这个臭脾气 你平时一定很辛苦吧 我调查了盛景廷的背景 什么都没发现 连你都查不出来 要么是他身家清白 要么就是隐藏得太好 你觉得会是哪个原因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来 我就不信我查不到 这些事情不用你做 以后注意分寸 有黑客恶意入侵您的电脑 技术员快要顶不住了 什么 怎么回事 对不起 盛先生 对方技术实在太高了 我恐怕无能为力 我来 换人了吗 有点意思 顾奶奶送你旋转龙马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此人的技术不在我之下 奉言全国也屈指可数 会是谁呢 我是Cat 你是谁 T 黑客联盟排名前三的T 你现在T盛事做事 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 也会跪舔富豪 快不得这么轻松的 就突破了我的防火墙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黑客Cat 你呢 为什么要入侵射加电脑 马上查对面的IP地址 是 你呢 你为什么要入侵射加电脑 我无聊 在网上随便逛吗 去别处逛吧 射加的网络安全 我来负责 你斗不过我的 臭小子 你敢看不起我 服气了没有 别得意 这最多算是凭手 对方狠狠地会再次入侵 加强对防火墙的监控 查出IP地址之后 马上向我汇报 是 看紧点 是 这个该死的梯 坏我好事 咱们走之桥 怎么气呼呼的 谁欺负你了 我在网上跟人吵架了 网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别那么认真 可他说我技术差 什么有些啊 我去帮你报仇 嗯 愁就得自己报案才说 不行 我这就上楼苦练技术 让他跪着求我 先走了 总裁 总裁IP地址查到了 就在这栋别墅内 总裁IP地址查到了 就在这栋别墅内 去别处选拥 去别处逛吧 盛家的网络安全 我来负责 你斗不过我的 随便你怎么说吧 不过 这里由我坐镇 你肯定讨不到什么便宜 我在网上跟人吵架了 可他说我技术差 难道是疼 总裁 难道你有头绪了 可恶的提 我现在非把你IP地址追出来 今天非把你扒了不可 不是吧大哥 我都钓了你五个学女好了 芳芳意识这么强干嘛 哼 我就不信了 看你能套几层马甲 你在干嘛 我 你跟这个干啥呀 人家这不是想多了解你一点吗 我真人就在你面前 要是想多了解我 可以随时问我 何必看这些 那个 你 那个 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个 张妈让我问问你 明天想吃什么 可张妈不把明天菜谱 已经理完了呀 是吗 那肯定是张妈老糊涂了 你看天也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走了 吓死我了 幸亏我反应快 以后得去外面查 这里不安全 难道真的不是余蓁 这个家除了余蓁 还会是谁呢 景亭哥 你在吗 你在干什么 没 没 没什么 你在干什么 没 没什么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动我的电脑 对不起 景亭哥 我是看电脑亮着 好奇才看看 难道叶淑仪才是开的 景亭哥 我刚才做噩梦被吓醒了 睡不着 你能不能陪陪我呀 睡不着吃安眠药 出去 景亭哥 咱们俩一起长大的 又订婚三年 我不信你对我这么绝情 邪淑仪 放开 我不放 除非你原谅我 邪淑仪 我让你住在正角 已经是最大的退让了 如果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 我现在就让人把你扔出去 不信你可以试试 你 尚姐停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误会了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先听我解释 我只相信我看见的 你们俩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先去睡觉了 宇正 以后不准进我房间 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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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刚才的情况我可以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盛先生 叶淑仪本来就是你的未婚妻 你们做什么我都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就假结婚而已 你真的无所谓 当然 我要好好休息了 你赶紧回吧 一点耐心都没有就不会再坚持一下 渣男 查不到我的IP地址吧 凯特 敢不敢跟我见一面 敢调戏你姑奶奶我 见就见 我把户啊 明天下午四点 西游咖啡馆 街头暗号是悲伤蛙玩偶 不见不散 看他 究竟哪个才是你 是于征 还是叶淑仪 不关怎样 明天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你昨晚睡得好吗 你怎么这么没有联貌啊 锦廷窟在跟你说话呢 你没听见吗 独吃点肉 补补身体 臭男人 跟别人吃去吧 你慢慢吃 我先走了 你下午有空吗 我请 没空 下午要去见朋友 你要去见谁 关你什么事 锦廷哥 你下午干嘛呀 我没事 我可以陪你去 你下午真的没事 没事就好在家待着 我警官你啊 不许再擅自进我房间 去给我买个 悲伤蛙玩偶 要那玩意干什么 送给凯特 坐见面里 怎么这么丑 太太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 快四点了 怎么还没来 盛锦廷竟然是替 万一让他知道我调查他 我可就惨了 出门购物去了 看不出来吗 心情不错 不胜我气了 嗯 你想多了 我老公那么厉害 我怎么会生气呢 厉害 那你说说我怎么厉害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真不敢相信你跟T是同一个人 我老公 帅气 身材又好 有钱且大方 怎么那么厉害呢 你去哪里了 我 爸爸知道我回国了 叫我回去的 已经核实过 夫人下午一直在商场逛街 有岛够可以作证 叶淑仪在叶家带来一下午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上牢了 烧品一下午 怪累的 你也上去吧 隐藏行踪这种小事 难得倒我 好 喂 快看手机 有人冒出你太为神医的名头 出现在医药交流会现场 承蒙各位 这次来参加 由夜市举办的医药交流大会 那借此机会呢 我想向大家推荐 我研制出的新药 清新丸 凯特已经来过了 凯特已经来过了 很难听 空的 没试骗 我怎么忘了 她可是凯的 怎么可能留下这种低脊落都让我查 没想到盛锦廷竟然是T 盛锦廷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一天都去哪了呀 这个叶淑仪倒是消息灵通 最近确实在研制清新丸不假 可我还没有研制成功成品 不行 我得去现场看看 她葫芦里卖什么样 各位 清新丸由我精心研制而成 一气补血 镇定安神 对闹哽死有急救的奇效 好 太尾神医研制的新药 治疗肯定没问题 没错 上次太尾神医随手拿出一个 创金止血铁和回春丸 救治了整个登山队 听说太尾神医 从来不以真面目识人 其他先不说 今天可以亲眼看了她 已经不许此行了 你这小丫头 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识人不清啊 你们又没有见过太尾神医 她说是就是啊 你们也不怕被她骗啊 我认识你 你是余景洪的女儿 景洪要业的掌权人 余蓁对不对 我说呢 怪不得一上来就拆叶家的台 原来两家是竞争对手啊 你确实一好了池少 但是呢 你跟太尾神医比啊 差远了 小姑娘 别在这捣乱了 还是回家好好学习学习吧 好好学习去吧 学习去吧 各位 今天在这里 我太尾神医 代表夜市宣布 清新丸正式上市 好 反对 你这小丫头 就算你们余家跟叶家 两家是竞争对手 你今天也不能在这个场合 来捣乱啊 我没捣乱 我就反对而已 太嚣张了 太尾神医研制的新药 简直就是无与伦比 你凭什么反对 就是 年轻人出风头不是这么出的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萧小于家 也敢得罪夜家和太尾神医 以后还想不想在房间里换来 余政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跑到这里来闹事 我夜市新药上市 你凭什么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 你心里没说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行医施药 差之好理 谬以千里 若稍有不慎啊 救人就成了害人 讲必都知道这个道理 你新研制的药品 有经过临床实验吗 实验数据又在哪里 你敢不敢 给大家看一看 难道这青心丸 没有经过临床实验吗 这要是给病人服用 出了问题 谁能服得起这个责任呢 既然拿不出数据 这青心丸就不能上市 我看谁敢阻止 爸 你算什么东西 敢掺和我夜市的事 此事危及到病人的安全 我不能做事不忍 你们打着我的旗号卖药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还不是我来背我 除外 我女儿泰围神医 她的能力 大家有梦共睹 颜值的药品 没有任何问题 相信大家更不用怀疑 这个黄毛丫头 她是瑜伽锦红药业的接班人 我听说呀 锦红药业经营不善 马上就要破产了 你今天来砸我的厂子 你就是嫉妒我夜市的辉煌 所以大家 千万不要被她带偏了 你说得对呀 我虽然是锦红药业的接班人 但咱们一码事归一码事 这跟青心丸的实验 有什么关系 该不会是叶总 拿不出数据 在这混淆试听吧 叶总 不过就是一个临床数据嘛 青心丸的数据拿出来嘛 这样我们大家 才能更安心不是 对吧 是啊叶总 你把数据拿出来 看这小丫头还有什么说的 小屁孩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对 青心丸已经秘密发售了一批 病人反应非常良好 我这就请两位上来 给大家做个见证 我这就请两位上来 给大家做个见证 混账 你为了赚钱 竟然私自收买味精实验的药品 你简直草菅人命 于小姐 请不要着急 病人就在这里 有什么 你可以自己问 这位小姐 你可别乱说 我都病了五六年了 要不是这青心丸 我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是啊 前阵子我脑出血 要不是这太灰神医的青心丸 恐怕我现在连命都没了 青心丸太厉害了 太灰神医的医术 真是不容置疑啊 瑜伽不过一个小小的公司 敢把叶家作为对手 真是自取其辱啊 诸位 大家都知道 太灰神医的药品 一向很抢手 青心丸的奇效 大家也看到了 这次上市的数量有限 谁能拿到销售权 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玉总 我来五千万 好 我来八千万 好 我们中医院 要一万万 好 大家不要被骗了 如果药品出问题 不仅别人受苦 你们也要跟着 负法律责任的 你还在这胡搅蛮缠 来人啊 把他给我拖出去 我看谁敢 盛景亭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能让我的妻子 一个人 在这孤军奋战呢 盛总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有病人现身说法 我也有证人 能证明清新丸 并非你吹嘘得如此神奇 叶总 敢不敢让证人家属 上台来说一说 盛总 咱们两家是嗜酒 有什么事 待会咱们私下里聊 哎 什么叫待会 我现在就要一个满意的答案 你想怎么样 我的要求很简单 清新丸不能上市 绝对不可能 你敢上市 我就去药监局举报你 我现在给你三十秒的时间考虑 这是我验尸 花了大量心血研制出来的 绝对不会放弃 你还有十秒 爸 好 暂停上市 什么 叶总 大家都没听见啊 我说 清新丸 暂停上市 这 这 怎么 爸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 叶总 这什么情况 逗我们玩吗 这是 这小姑娘到底是什么身份 能让夜市来退步 看来太尾神医也不过如此 什么医学天才 简直浪得虚名 这该死的夜市 把我的名声都搭进去了 太尾神医的医术 毋庸置疑 这只是药品有问题 跟神医本人啊 没什么关系的 真 这么认可夜市医 我说的实话 按照余小姐的说法 太尾神医就是假冒的咯 那余小姐 你知道什么内幕吗 我可没这么说 夜市医这个提示 现在还不能拆穿 刚刚是我太着急了 都有冒犯的地方 还请神医见谅 我的初衷呢 只想研究这个 清新丸的实验结果 但是我对神医宁啊 一向是敬佩有加的 没关系 余小姐 我们其实 早就做了临床实验了 只是工作人员的疏忽 不小心把数据给弄丢了 不过大家放心 我太尾神医 对新药一向严谨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满意的答复 那太好了呀 那太好了呀 这夜家 有太尾神医您做着 一定会蒸蒸日上的 好 好 没用的东西 余政这个贱人 他仗着自己怀了 景亭哥的孩子 竟敢跑到我们 夜家的地盘上来撒野 还不是你不生气 要是你怀了 圣景亭的孩子 哪还有余政的事 爸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我能怎么办呀 圣老爷子一向注重门帝 如果他知道 景亭哥娶了个乡下野丫头 余政一定会被赶出去 不错啊 等圣老爷子解决了余政 到时候你再怀上 圣景亭的孩子 那他圣家的产业 还是我们夜家的呀 好 好 就这么定了 余政 你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看得 台卫神医 他们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余政 你知不知道运气不能喝酒 你说什么 我就该多找两个月草 看着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安滩 哪也不准去 我没有喝酒 我喝的是酸奶 我信你闻闻 我只是把啤酒瓶清空 倒了酸奶 放心啊 我知道怀孕不能喝酒 只是摆出来闻闻味而已 你坐 你是我圣景亭的老婆 野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都可以告诉我 不要借酒消愁 我没有 好吧 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 自我养父母去世之后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其实我也曾经渴望过 能在瑜伽得到快乐 得到亲情 可是他让我失望了 也许我才是那个天杀孤星吧 余政 你说什么胡话呢 你忘记你自己是有福之福了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只要有我在 就是你的家 可我们是假结婚 你为了这孩子 牺牲也太多了吧 总之你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 我永远在你身边 真的 无论你是谁 我都会保护你的 相信我 酸奶喝多了 对胃不好 该吃饭了 走 这是 蒸蒸 生日快乐 原来你早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啊 来 请坐 我来 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实缺法 知道我的那些精力 还会对我这么好 我饿了 我自己来 你笑什么 你的嘴巴上真的叫吃了 这边 好了 静婷 结婚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竟敢不告诉我 我要不是看到记者的视频 我现在还被你们磨在谷底呢 爷爷 对不起 这段时间太忙了 没来得及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新婚妻子 余蓁 爷爷好 跟你爹一样 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 一开口就贬损 一开口就贬损盛景庭母亲 这老爷子说话还真难听 老公 你怎么有个这么不三不四的长辈啊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盛景庭的爷爷嘛 您一眼就认定我是不三不四的女人 我怎么不可以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点头 你永远进不了盛家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 只要男女双方自愿 就是可以结婚的 这是你给我找的孙媳妇啊 尖牙利齿 不懂规矩 爷爷 不管您同不同意 我们已经结婚了 另外 你也只能接受现实 因为余蓁已经怀孕了 我怀孕了 怀孕了 我老头子 他盘崇丧 盘得眼睛都女了 如今终于可以如常所愿了 老爷子干嘛呢 至尊警察 随便话 拿着 免得别人说我们盛家 不懂礼数 拿着 刚才还剑拔弩张的 这会儿又拿钱砸人 这人都什么毛病 这个我不能说 爷爷给的 收下吧 拿着 既然怀孕了 早点休息 我也该回去了 早点休息啊 对 我决定收购一家母婴用品公司 就以你们孩子的名字来命名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啊 盛景听宠啊 已经够夸张的了 没想到老爷子才是王者 这个还是给你吧 我拿着不合适 这要什么 爷爷已经立下遗嘱 所有重孙辈的 一律得到盛氏集团 百分之三的股份 他不管给你多少 都是九牛一毛 一个小野种就拿捏住了圣老爷子 玉政 你别得意 咱们走着瞧 静听哥这辈子只能是我的 小唐 小雪 你们把夫人东西收拾一下 你们 这是在干什么呢 夫人 我们帮您收拾东西 搬到先生主卧去 主卧 我没说搬到主卧 你和先生都结婚这么久了 一直分居不合适 我看了黄道几日 今天就是 而且又是您的生日 不如趁这个好日子 搬到主卧去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 之前不都这样吗 装模作样 心里肯定早就急着搬进去了吧 叶小姐 你连我心里想什么都要管 想那么多 脸上都长周纹了 瞎叫嘴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在中间插一脚 我和静听哥早就联姻了 所以呢 所以 我才是圣家媳妇最佳人选 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贱人 你和静听哥 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 我和你的静听哥哥 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连孩子都有了 怎么能算没有结果呢 你们 张妈 你们先收拾 我呢 就先回主卧 和我的亲戚老公 早期休息了 贱人 怎么走着枪 我真是被叶树仪气昏了 怎么就真心里糊涂搬进主卧了 不如赶紧溜吧 去哪儿啊 那个 都是张妈自作主张把我搬进卧室 我睡想不太好 怕打扰休息 我还是去客卧吧 不用了 是我让他们搬的 你 我们是夫妻 住一起很正常吗 可是我们 你也不想每天都被叶树仪 一阳怪气的吧 后来我想了想 只有我们住一起 才能堵上她的嘴 你这是个好办法 叶树仪每天来找我是挺烦的 好办法 还有 你放心 你还在运气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那现在时候不早了 你看是你先洗 还是我先洗 你先吧 这 Minuten 好 好了 我有 你 等 跟古奶奶玩这道 别动 动我就弄死你 哥哥 你们该不会要劫财吧 可我没有钱 要不你们等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们 闭嘴 谁要你那点钱 那难不成你要劫色 我还没有发育好 要不你们再等我几年 这女人傻子吧 咱们别跟她废话 现在可以说了吧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咬你们干什么吃的 还不抓住这个臭丫头 现在总可以说 是谁派你们几个来的吧 是叶大小姐派我们来的 她说你太嚣张 让我们教训教训你 最好什么 最好把你孩子搞定 出来混的 最要紧的是石属 知道得罪我的人都什么下场 女侠饶命 我们只是混了点钱而已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干这种事情 我绝不轻了 滚 走 走 好你个叶淑仪 竟然连孩子都不放 给我等着 这两个人神神秘秘地干什么呢 我怀疑叶淑仪 假冒太会沈医 叶淑仪的确没有太会沈医的左派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容我想想 圣锦廷终于察觉到叶淑仪身份有意 不过现在圣锦廷的目的不明 不能轻易拆穿叶淑仪 余蓁 你怎么在这儿 你没受伤 这是我家 我当然在这儿 我 我为什么要受伤啊 没 没什么 我只是关心你嘛 谢谢你啊 那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 我去帮你个小忙 帮我什么忙 鉴于你近期的表现 圣锦廷已经怀疑你不是太会沈医了 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是太会沈医 你是不是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 让圣锦廷相信你是 你什么意思啊 这是太会神医研制的回春丸药方 而你拿这个 圣锦廷一定会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 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 咱俩现在是绑在一条身上的蚂蚱 更何况 欺骗圣锦廷的后果你也承担不起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你心里清楚 哎呀 锦廷哥 我 锦廷哥 没向来信踪不定 我真的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但是 我有其他证据能证明 我就是太会神医 这是回春丸的药方 普天之下 只有太会神医才有 这下你总会信我呗 你要是再不信 就自己去查验吧 好吧 我就再信你一次 搞定 现在圣锦廷不再怀疑到我头上 不过 我也得尽快达到目的 于政竟然有太微神医的药方 他绝对不简单 只有他知道我的身份是假的 他想拆穿武力艺术繁掌 我必须先下手为枪 于政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高枕无应 把暗王最好的杀手给我找来 价钱随便开 乖 对了 你那四个人我已经处理了 你不用等电话了 好痒啊 怎么回事啊 现在还不能动你 先给你点骨头尝着 你脸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吃错东西可能过敏了吧 你不是神医吗 怎么连这种过敏的小事都处理不了 这点小问题 我当然随手就能解决了 这不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嘛 静亭哥 你知道我干嘛 都这么多天了 妹有消息了吗 野书仪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骗我 你根本就不是太微神医 不是的 静亭哥 你要相信我怎么敢骗你呢 只要你现在能联系上妹 我就信你 我就信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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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谁派你来的 少废话 仇家那么多 你又是哪个 死人是不配知道我的名字呢 伸手不错嘛 至少能在杀手榜上前十 接下来我不会让你 守死不 老公 郑郑 不能先走 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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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 别怕 你受伤了 圣剑天之是个普通人 撞到你气就糟了 绝对不能让他受伤 对不起 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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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才 你有没有受伤 杀手潜入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你们干什么吃的 人给我抓住 我要活的 是 给我查清楚 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人 无论他是谁 我都让他彻底消失 是 郑郑 你醒了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多亏你护着我 对了 我们的孩子呢 他还好喝的吧 你说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郑郑 你别急 先养好身体 你想吃什么 我让张王给你送来 你什么意思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没了 我是不是流产了 你说呀 郑郑 你别乱想 不是你想的这样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盛总 盛总 盛太太 告诉她吧 盛太太 我查询你的产检档案 上次血液呈阳性 是因为体内滋性激素紊乱导致的假孕反应 这属于正常现象 假孕 这不可能 这种情况偶尔出现 伴随人身反应 很具有舞蹈性 但事实就是如此 请注意休息 原来我真的没关于 亏我还自寻医术了的 竟然闹这么大一个无论 我可真是 没事的 神正 我们还年轻 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你先走了 我想一个人静静 好 招不招 怎么样 还是不招 这人就是硬骨刀 死都不开口 是吗 死都不开口 那就让他生不住死 看来是他们对你不够狠啊 不再让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肯合作了 要杀妖狂 遵便你 道士规矩 是不会出卖苦主的 很好 那我们开始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有没有你想说的 继续 我这儿 是叶淑仪 是叶淑仪让我干的 叶淑仪 一个贱人 真是命的 三分两次被你跑过 既然如此 我就亲自动手 你来做什么 你受伤住院 我特咬了鸡汤 给你补补身体 你放那儿吧 来 吃饭喝 我不喝 你拿开吧 我们不是一根 绳上的蚂蚱吗 为什么我的鸡汤 不敢喝 你少鸡我 我不合适 你在汤里下了料 我懒得拆穿你 你别在我这找不自在 于政 我好心好意地 给你煮了鸡汤 给你补身体 你竟然不知好歹 我可是太微神医 医者人心 怎么可能下毒害你 你是不是太微神医 心里应该清楚 这病房里又没有外人 你装什么装 那既然你说你没下药 你敢喝一口吗 你让我喝就喝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你爱喝不喝 以后少在我面前 装枪做事 于政 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不过就是运气好 摊上了锦廷哥 这根高知 不过 现在你的孩子 已经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跟我叫香 你 我 锦廷哥 他欺负我 怎么回事啊 我好心好意给他做鸡汤 给他补身体 可是他非但不领情 还把鸡汤 泼在我的身上 锦廷哥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是这样吗 我知道 他现在没了孩子 心里很难受 可是 他也不能把气 撒在我的头上呀 没了盒子 我看你还怎么想着 的确是于政做错了 我马上就去拿 先让曹明送你回家 待会我回去找你 好点了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 才跟我结婚的 既然孩子没了 婚姻也没必要 继续下去了 你是不是 刚才误会我什么了 我其实是为了 虽然我没有签婚前协议 但是我不要你的 一分财产 我要尽身出户 请你放我走 你要离婚 对 我要离婚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们只是假结婚而已 结婚就是结婚 从我决定跟你结婚的 那一刻起 你就是我盛景廷 认定的妻子 不管有没有孩子 我都不会跟你分开 徐政 我喜欢你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有多少秘密 我都认定你了 我的生日大特殊 以后还不知会有 多少威胁 留在你身边 只会害了 不如就此分开 可是 我不喜欢你 可是 我不喜欢你 回不去了 玉政 难道你没有心吗 离婚的话不要再提了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原来 玉政这个小贱人 根本就没有怀孕 她肯定是故意 偏还向图蒙你的财产 靳听歌 她本来就是一个 上不了台面的乡下野丫头 又粗俗又无礼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呀 还是赶紧把她赶出圣家吧 我问你 玉政这次受伤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听说那个伤手已经死了 料你也猜不到真相 可我听说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 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有人诬陷我 锦廷哥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你是了解我的 你可不能冤枉我呀 是不是冤枉 很快就会知道了 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的雇主 是这个女人吗 是 你胡说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 锦廷哥 你别听他胡说 我是被冤枉的呀 事实就在面前 你还敢狡辩 你这个人啊 心思太恐怖了 是我顾兄杀他的 那又怎么样 宇宙不过贱命一条 他死了也是活该 看来 是我以前太纵如你了 才会让你在盛家 如此肆无忌惮 现在 我要你和叶氏 永远的消失 把他带出去 坐干净点 不要啊 锦廷哥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现在知道求饶了 晚了 把他给我拉出去 不用啊 锦廷哥 锦廷哥 你不是要找妹吗 只要你饶了我 我一定帮你找到他 没有你 我还有其他办法 宋三 老爷子来了 爷爷 我听说孩子没有了 到底怎么回事 蓁蓁没怀孕 是医生检查错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以为我要有重孙子了 爷爷 您别急 以后还会再有的 有也罢 没有也罢 这都是命 不过 蓁蓁这姑娘 有胆识 有魄力 就算没有孩子 你们在一块 只要好好的 爷爷我也就放心了 谢谢 不客气 盛先生 我已经决定要跟你离婚 我今生初步 不要任何财产 麻烦你要律师 领好离婚协议后通知我 咱们民政局见 盛先生 我已经决定要跟你离婚 买了一套房 不然就要流落街头了 有出什么事了 郑郑要离婚 维家初走了 离婚 你怎么惹她了 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 跟她吵架了 你个臭小子 难道没有孩子 她就不是你老婆吗 没有 还不赶快打电话 把她给我找回来 你好 你拨打电话 暂时已发现过 她把我拉黑了 她一个人无亲无故 能去哪儿呢 我现在就让草棉去查 一定能找到的 赶快去赶快去 一个人在家 也要好好生活 开动 盛景亭 你怎么找到这的 收拾东西 跟我回家 我不回 既然我们要离婚 祝你家不合适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离婚 你当婚姻是儿戏吗 我也说过 我们结婚是因为孩子 既然孩子没了 就应该解除婚姻关系 盛先生 麻烦你尊重我的选择 你想干嘛 既然你不同意跟我回家 那我就搬进去 跟你一起住 哟 乐着干嘛 一起吃啊 平时怎么不见 你脸皮这么好 我要睡觉 你给我出去 我要跟你一起睡 我家没有你的用品 你还回你的圣家去吧 怎么回事 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家地址 谁会来找我 陶明 夫人 这是总裁的行李家 里面都是他的生活用品 现在什么都不缺了 可以留宿了吧 随便你 你又想干嘛 吃什么香水 这个牌子我怎么没见过 我自己调队的 你当然没见过 全世界独一份 味道很特别 送给我吧 你没听我说吗 全世界独一份 凭什么送你 干什么 你耍流氓 看不出来 你耍流氓的身手 到底不错 身手太差 哪有资格做你老婆 懒得跟你急急 你想要就拿去 顺便 有美女 有美女 少吉 Kelvin 少吉 Kelvin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我先溜了 对不起 这么快睡好了吗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啊 厕所 上厕所还要带行李箱啊 这不是山上的衣服穿着不舒服 想换一趟吗 他可以想吵到你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太好了 我太感动了 松手 松手没劲了 松手 对了 你不是要上厕所吗 请 算了 我不想上了 睡了 你别想偷偷跑掉 我会一直跟着你的 那好 圣大帅哥 你是没有事情做了吗 我去上班你要跟着 说吧 你要跟到什么时候 除非你愿意跟我回家 从此以后我不再提离婚的事 好啊 我考虑一下 不过 我现在肚子有点热 要不 给我买个面包 那你跟我一下 圣锦廷太连长了 不行 有些得想办法多事 可我们走一趟吧 量这群力不是我的对势 不如顺水推中 先把人托圣锦廷再说 还傻了 你干什么 走 难道他又逃跑了 不对 他虽然是力气凌 却不可能把脾气凌人地上 他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谁派你们来的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不过你可不要乱动 不然将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地消失 普通的小公 可不会有钱 这些人一定不简单 你们的主子是谁 蛇丫头领 君情处 还是奥尔兰亲王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什么蛇呀 什么奥尔兰亲王 少废话 看来跟这些事也无关 那就好 要是他们几个 我一个人还真不好对付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圣锦廷的老婆 想拿圣锦廷下伙门 不妨告诉我 我们找的就是圣锦廷 他这次死定了 他这次死定了 他们的目标是圣锦廷 不行 我现在不能走 必须得调查千种木核黑神 不能让圣锦廷处于危险之中 走 叶天琪是你 怎么 圣锦廷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圣锦廷瞒着我做了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圣锦廷吞并我叶家 我女儿到现在都不知道生死 逼得我走投无路 将破人亡 她既然提都不提 我要让你和圣锦廷付出代价 原来那天的杀术 是一术一八八的 圣锦廷为了我 竟然做了这么多 你们俩谁都跑不了 等圣锦廷来了 我要让你们两个 给我女儿一起陪葬 喂 喂 圣锦廷 你老婆在我手里 如果不想让她死的话 赶紧给我滚过来 圣锦廷 别答应她 相信我 我有办法脱身的 我答应你 这些绑匪 来自最凶狠的审判者组织 就你一个黄毛丫头 还想脱身 简直是自不量力 我得赶快想办法脱身 我一圣锦廷了 就危险了 我得赶快想办法脱身 快点 打死你 你 给我射 你 他木头果然是为着我算账的 看来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 怎么样 这是什么 难道他认证人了 等等 他身上的味道 怎么这么熟悉 这是什么小水 这个牌子我怎么没见过 我自己调对的 你当然没见过 全世界独一份 味道很特别 送给我吧 先生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不好意思 我是他了 是盛先生打的话 求我来救你的 他现在正在家里等你回去 还是个好男人 而且 特别的爱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任性了 好好留在他身边吧 行啊 你顺着听了 不扮成大魔头 还不容易自己拉 还敢不动 好啊 他既然这么爱我 怎么不亲自来接我 看来啊 也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谢谢你来救我啊 这里就交给你处理吧 我就先走了 怎么 你想强留我 怎么 你想强留我 顺便再替我带一句话 给盛姐听啊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不想再经历这些恐怖的事情 希望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放过我 也别再找我 如果你知道你娶的人是妹 一定会杀掉我 也许我们注定永远无分 再见 盛姐听 自从夫人走后 除了日常打扫 屋里的布置 我都没动过 每次进去 就像夫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总裁每天都要去待一会儿 这都一个多月了 也不知道夫人什么时候回来 是啊 总裁 老爷子的病又犯了 服药了吗 已经服下了 但是效果不大 怎么样 老爷子的病非常危险 而且还产生了抗药性 这都快一个月了 还没有想到办法吗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 老爷子的病非常罕见 这世上恐怕只有太微神医一人能救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如果一直找不到太微神医 老爷子恐怕撑不了太久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爷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亲手断送了你的性命 嗯 据悉 盛世集团上任家主 盛千山身患绝症 莫潮业语 据知情人透露 盛老先生说经 你时日无多 爷爷 夫人 您可回来了 承承 真的是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爷爷生病了 我怕 你见到我不高兴 先不说这个了 赶紧去看爷爷 晚了就来不及了 他以前一直念到你 如果他知道你能来见他最后一面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谁说这是最后一面 我就是来救爷爷的 谁说这是最后一面 我就是来救爷爷的 所有的方法我都试了 没用 医生说 除非有太尾神医亲自出手 不然 放心 我救得了 我知道你医术了得 可 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也出什么闪失 别耽搁了 我就是太尾神医 我说没事就没事 太尾神医果然是你 太尾神医生了 以后我会每天 为爷爷试针三次 我再给你写个药方 你抓药熬给爷爷喝 用不了多久 爷爷就会康复 暂时 把我之前住的房间收拾一下 你的意思是 你不走了是吗 至少 熬到爷爷醒来为止 谢谢你 愿意留下来 说吧 你找我还有什么事 既然你就是太尾神医 那你肯定认识妹 到现在还没放弃追杀我 我听道上朋友说 你在追杀他 既然你认识他 可不可以给我转句话给他 什么话 三个月前 妹从我这偷 拿走了一张芯片 这张芯片是我大夏国 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资料 一旦落入外境势力手中 后果将不敢设想 可我听 我听妹说 这芯片里只是几张美国重要人物验照 他们是怕照片泄露 名誉受损 这才把芯片偷走的 相信我 芯片里的资料非同小可 所以 这就是你一直追他的理由 我只是想拿回芯片 你转告你的朋友 只要他把芯片送回来 我不会为难他 先生 夫人 开饭了 走吧 先吃饭吧 我现在已经没有孩子了 你不用再继续这么做了 夫人 你就可怜可怜先生吧 这一个月来 先生每天都要在您房间待好酒 每顿饭啊 都要求做您最爱吃的 张芯 别说了 你先下去忙吧 你干嘛要这样啊 张芯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我绝对尊重你的选择 只求你让我能看到你就好 等星天这件事结束 也许我们也能重新开始 张芯 今天早上看到夫人了吗 没有啊 夫人是不是还没睡醒 到处都找不见她 难道她又离开了 总裁 夫人刚才去了月光酒店 和一个男人一起 男人 嗯 刚分开一个月 她就已经有其他人了 那个男人 会不会是妹 妹是个女人 算了 带我去看看 好 嗨 生日快乐 我生日早过了 平时见不着你人 你们这一个叫余政的客人 住几号房 余小姐啊 她订购的是 浪漫爱人主题 总统套房 浪漫爱人 是一位先生订的 她还订购了 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她说要铺满整个房间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联系我了 对了 我给你的芯片还在吗 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你还惦记着 这可不像你啊 关于芯片的秘密 你知道多少啊 就那么多 全告诉你了 咱俩出生入死这么久啊 你还不相信我 放心吧 在我侦查芯片的时候 亲口听大魔王说过 里边只有几张照片 没有什么价值 没什么价值 他追查我这么多次 你在撒谎 看在咱俩搭档的份上 我忍你这么久 你倒好 私自给芯片加了好几层密码 你知道吗 你把我害得有多惨 你果然背叛了国家 少废话 赶紧把芯片破解方式告诉我 否则 你休想活着离开房间 徐生 你在里面没语证 圣经廷怎么回来 承承 你受伤了 芯片还在坏人手里 但是被加密了 只有加密者才能破解 我们还有机会 你先别说了 我先带你回家 走 什么都不要讲 好好养伤 知道吗 圣经廷 你能抱抱我 就当算是晚安吗 好好休息 圣经廷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和你拥抱 今夜十点半 鬼市交易开启 届时消失已久的芯片 将会出现 容易这皆可竞价 下高者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请平革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跑出来 我知道 各位来宾身份尊崇 时间宝贵 但鬼市也有鬼市的规矩 在这里 或遵守规矩中 无论会见 鬼市有权 即行处置 众所周知 今夜拍摄的芯片 被各方势力争强 公平起见 我们已经将它自放在安全的地方 等拍卖结束后 我们再将它交给埋住 各位 没有意见吧 没有 没有 既然各位没有意见 那么我宣布 拍卖开始 抵价 八百 各位 开始出价了 我出九百万 我出一千万 我出一千五百万 我两千万 我出两千五百万 我出三千万 四千万 四千五百万 五百万 难道他入境通心片 六千万 六千万 八千万 九千万 什么鬼是 我看你就浪不虚了 尽 宝贝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把金片交出来 芯片给你 我的任务呢 也总算完成了 你看到是我 难道不意外吗 我早就知道是你了 是那瓶香水出卖了你 所以大魔王啊 还要追杀我吗 追杀 我要知道你就是妹 我就 你就怎样 我就把你绑在家里 让你日日夜夜离不开我 怎么样啊 两天了 过节出来没有啊 我尝尽了所有办法都没用 看来 必须要找到那个加密者才行 走开 连我都解不开 你就不用自我密枪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样 就说你的技术不如我吧 听 看他 妹 太尾神医 看他 原来 我要找的人 从来都只是你 冰公 恭喜 终于找到我了呢 跟谁俩呢 没把你弄疼吧 没有 把芯片交出来 妹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 现在你只要把芯片交出来 我答应你 以前的所有一切 全部一笔勾销 好 我如果不交出来 你能拿我怎么样 把我杀了 请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先离开这里再说 不行 刘秋 怎么是你 妹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找着他们 这就是背叛的下证 走 快追 快抓住他们 这 这 别跑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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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站住 别跑 抓住他们 不许报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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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